伴隨著機器運作的聲音 偌大的布料加工廠 是滿滿的人情味 全部的隊都一樣的 不像你看的是哪裡人的 老闆本人就對得很好 對得冷這樣的 好像台灣人這樣的 就是之前 還在讀高中業界部的時候 他都會提早讓我下班 然後都會提早一個人讓我下班 然後讓我可以去準時上課 然後可以完成高中這個學業 在這裡 員工不分國籍 不分你我 而提供員工穩定生活 是裝熟妹經營廠房的核心價值 公司有六七十個人 如果六七十個人 大家都能夠平平安安的話 就是等於是安定的 六七十個家庭的一個信 工作忙碌之餘 慈濟這個大家庭 是他生活的第二個重心 而做環保 便是他最快樂的時光 這幾十個人 這個菩薩還是怎樣 穿不穿 也帶他不穿 能夠 儲出一些時間到 方法山去做做環保 這是我覺得最充實的地方 行善不失 廣結好園 不管裝熟妹是什麼樣的身份 都將這樣的理念 帶給周遭的人 如同領頭羊 帶著旁人 勇往直前 帶來新聞真善美志工 李德妹 孫慧銘 台北報導